天空中落下如星星般闪耀的炮火 看似唯美卻十分致命 乌克兰议员再度揭露俄军残忍行径 在对内刺客乌军夺回的一个小镇 发射瞬间燃烧温度超过摄氏2000度 旅热界燃烧弹 不过现在就连俄罗斯境内民众 也难逃被迫加入战场 普丁二十一号宣布动员国内三十万预备士兵 根据CNN报道 反对征召者必须在狱中吃十五年牢饭 有些甚至直接就被送往前线 反正声让立刻遍及俄罗斯境内至少三十八座城市 超过一千三百人遭到拘捕 全国上下上演逃难潮 付不起昂贵机票前 民众只能苦中作乐 Google上搜寻如何在家弄断手的次数 直接飙升 拼老命躲着急 但为了测试征召对象是否不论身份 一视同仁 网络媒体Popular Politics 假扮俄罗斯军方高层 致电克里姆林公发言人 培斯科夫符合动员斯格的儿子 没想到却得到这样的回答 英国太阳报揭露 俄罗斯政治高层子女高机率 不被列入动员名单 加深国内民众对普丁反弹 国际上普丁也严重雇人怨 普丁不惜一切手段 逼乌克兰割让领土走火入魔的夸张行径 至今却仍未承认入侵乌克兰为战争 不仅把国内无辜民众脱下水 也把全世界安全卷入其中 在你希望还是挺好的报道